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夸早了 这球权交给了对手 楼家慧 张瑞 好 机会来了 这球有了 打破了僵局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杰西卡歇尔瓦 阿玛多 这个球出界了 看看是谁碰出去的 解围了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阻挡了对手的进攻 比球出了边线 接外球 张瑞 这样的打门可难不倒门将 塔迪亚娜平拖 阿玛多 球在线内 没有出界 多好的机会 可惜他没把握住 对手的球门球 唐嘉丽 看看怎么组织进攻 把地马平拖 杰西卡歇尔瓦 直接传给了对手 双方还要再打一分钟 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 双方已经继续在奥林匹克球场展开下半场的争夺 效果还是有的 王双 王双一脚精准的传递 好的 他们把领先又是扩大到了两球 什么叫手术刀板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把地马平拖 杰西卡歇尔瓦 球传出来了 还好盛门被挡住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晚期没打成球权被对手拿到 这是个追分的机会啊 就被扑出去了 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 他们在禁区附近这个球穿的是不错啊 但光这样不够啊 他们必须要创造更多机会啊 才能追拼落后的两分 边台举棋 这球越位 看样子 教练员要调整他场上球员了 黄珊珊 已经很近了 逃离之间啊 闻将已经没办法了 但是衡量拒绝了这个进球 这个球打在门框上都发出了响声了 但这声音落在双方队员的耳朵里 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提死回生的机会 球进了 现在只差一个球了 机会还有 不要放弃 进球的回放来了 防守方最大的错误 就是让他在这样的距离 拿到打门的机会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这个犯规这样的放产 太容易吃牌了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这次他要走内线 这角射门被防守方封堵了 是时候做出调整了 开出的角球飞向了进区 考验不到门将啊 门将把这角远射拒之门外 塔迪亚娜平拖 杰西卡歇尔瓦 时间不多了 这可能是本场比赛 最后一次进攻了 他们能扳平比分吗 幸好他出现了 没有给对手 威胁球门的机会 比赛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分钟的上停步时 王霜这角球穿得非常不错 好球 他胜负了今天的第二个进球